北京时间5月9日 NBA官方公布了本赛季的最佳新秀阵容 入选一阵的是班凯罗 凯斯勒 马瑟琳 莫里 杰伦比 威廉姆斯 入选二阵的是杜伦 伊森 艾维 小贾巴里 比史密斯 索汉 其中 魔术状元班凯罗是唯一一位全票入选一阵的球员 官方随后还公布了具体得票情况 一阵的班凯罗得到100张第一选票 全票当选 总分200分 杰伦比 威廉姆斯 得到99张第一选票 总分199分 凯斯勒得到95张第一选票 总分195分 基根比 莫里 得到88张第一选票 总分185分 马斯林 得到71张第一选票 总分170分 二阵的艾维 142分 杜伦85分 小贾巴里 比史密斯 72分 索汉 66分 伊森 47分 步行者的内姆 布哈德 得到46分 以1分之差 无缘入选二阵 上个月 班凯罗当选 2022比23赛季的最佳新秀 是魔术队史上 第三位最佳新秀 奥尼尔1993年 和麦克比米勒 2001年 曾获得这一奖项 本赛季 他为魔术出战 72场比赛 全部首发 场均20分 6.9 篮板 3.7 助攻 投篮 命中率 42.7% 爵士中锋 凯斯勒 本赛季场均 9.2分 8.4 篮板 2.3 盖帽 都于NCAA 锦标赛上 表现不佳 他的选秀顺位 跌至第22位 最终被交易到爵士 他在炎湖城 发挥出色 已经和马尔卡尼 一起成为球队的 非卖品 步行者的马瑟琳 在本赛季的 替补得分排名联盟第二 在步行者出战的 78场比赛中 他打了61场替补 场均16.7分 4.1篮板 投篮命中率43.4% 马瑟琳打破了 步行者的多项新秀记录 国王的莫里 是本赛季的季后赛首发中 唯一一位2022年新秀 虽然国王首轮不敌勇士 但这位22岁的前锋 已经让国王球迷 看到了希望 莫里本赛季常规赛 命中206个三分球 刷新了新秀记录 他在常规赛场均12.2分 4.6篮板 季后赛场均9.7分 6.3篮板 雷霆的杰伦比威廉姆斯 在75场比赛中 场均14.1分 4.5篮板 3.3助攻 他在3月份 两次砍下30加分 获得大量认可 3月和4月发挥出色 当选西部月最佳新秀 入选二阵的艾伟场均 16.3分 3.9篮板 5.2助攻 杜伦场均9.1分 8.9篮板 小甲巴里 比史密斯场均12.8分 7.2篮板 伊森场均9.3分 6篮板1.2强断 索翰场均11分 5.3篮板 NBA官方将在5月10日 公布最佳防守阵容 5月11日公布最佳阵容 5月12日公布最佳队友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